凌晨新北市的新庄區中環路 发生了当街砍杀的事件 总共有7个人受伤送医 详细状况来听警方怎么说 因为债务纠纷衍生的暴力冲突事件 幸好受伤的7个人 就医之后都没有声明危险 而根据警方调查 虽然双方说法是债务纠纷 才发生了线斗 但是因为双方的说法都有疑点 警方不排除有黑吃黑的引擎 目前还在征讯厘清当中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